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居士 父法信徒 大家好 大家吉祥平安 2019年 中华民国108年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发起全球百丹八场 孝亲报恩 普利仁天 法传非洲心学祭平的 这个三十信念法会 法传非洲这一件事情 从来不只是人间人 人间事 它是牵动到整个法界的事情 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 为什么利用法会 来做法传非洲的一个助援 过去每一年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必然是带着小朋友 到各地去做寻回感恩之旅 那么今年就改变了一个方式 发起百丹八场的三十信念法会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不管在法传非洲 在做心学祭平 在建孤儿院 建学校 做教育的事情 或者是承办法会 这个拔记孤魂也是 直探佛陀本怀 也是跟着佛陀的脚步 也是要在做接引众生 度化众生的这个事情 东南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台湾 香港 日本 甚至在非洲 各个地方 在跟HCC 有因缘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要用心用力来承办 那感谢所有的护华大德局势 所有的护华都能够就是不离不弃 一直跟随着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所有的活动一起来相应 一起来支持 来关怀 今年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成立15周年 莫山比克 贝拉 ACC 目前正接受天灾的考验 因为在今年3月15号 有一个叫一带飓风 16级的这个飓风 因为那个地区 从来没有风灾 百年一遇 我们连续吹袭十个小时 可以说 哀鸿遍野 大部分乡下部落房子 都被移为平地 泡在水中 经过这16级飓风以后 我们就是屋顶全部被掀翻了 屋内 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所有的东西都泡水了 损失的百万美金 但是这种天灾 大家也只能够接受 承受 所以现在正在 慢慢地在做修缮 跟复原的工作 虽然有金钱 物质 建筑上的这种损失 但是人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小朋友 都完好无缺 大家都没有受到损伤 马达加之家 地理上是属于非洲 它是南岛语系的人种 就是环太平洋系 环印度洋系 就是像印尼人 马来人 菲律宾人 这样的南岛语系的人种 但是它又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 圣中追缘 崇敬祖先 对家庭伦理道的观念 跟非洲人比起来 他又比较的 比较淳朴深厚 表现相当的突出 刚进来的小朋友 竟然能够用能源奏 来做早课 而且他们在背心经 三天可以背好 阿弥陀经 一个月可以背好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还不会讲中文 心经阿弥陀经 都已经会背了 现在看到马达加之家的小朋友 背诵经典 这一方面的表现 又让我们燃起一线曙光 就是将来非洲国教本土化 在非洲成立佛学院的做法 我们又充满希望 在我们进入非洲二十几年 HCC成立十五年来 给我们打了一记的强心计 在法传非洲 对中华文化 对中华文化跟佛教经典的学习传承 在马达加之家 我们看到了希望 希望我们今年 一年 2019 中华民国 一百零八年 借着这个一百零八厂的 这个法会 也能够护国习灾 也能够呢 祈求国泰民安 也能够祝福大家 极心高照 无所敏言 谢谢大家 感恩阿弥陀佛